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寿山动物园是推出应景的 路上龙舟创意竞赛 已经是第五届举办的创意龙舟赛 是吸引许多的亲子组队报名参加 从他们龙舟造型变化多端 也看得出大家的用心 而动物园在端午连假期间 是每天开放的 而且还会安排不同的活动 也欢迎民众踊跃到动物园同欢 小朋友变身孔雀开屏造型龙舟 可爱的模样吸引大家目光 对 很棒 你还有个热情奖身好不好 小姐弟俩骑着龙舟脚踏车 在妈妈的陪伴下上台表演 也赢得满堂喝彩 这场庆祝端午节路上龙舟创意竞赛 在寿山动物园举行 一大早就吸引许多民众排队参加 纷纷展现各自的巧思创意 也在过程中拉近亲子间的互动关系 因为这个主题是动物嘛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些那个 台湾黑熊还有那个一只狮子 那龙舟的话就 因为我们有一些参考一些书籍 然后就自己画一下龙舟 那小朋友参与他可以画图 还有小朋友 江秀山动物园里的明星 台湾黑熊融入到作品里 打造一艘动物园号龙舟 果然一出场就让人充满惊喜 大家好 我是美国王 我带着我好朋友台湾黑熊 一起来画龙舟 谢谢大家 这个活动很好 对小孩子 这个训练他的胆势 台风都相当有帮助 那我就在电脑上面抓了一个龙 把它放大十六倍 然后给我带来两个 花了两个晚上 一个一张一张的把它贴起来的 然后给它制作起来的 我们也发现很多小朋友 他有发挥像是结合 可能是一些那个故事的元素啊 那还有加入我们的一些 现场的一些表演 所以其实让我们记得也蛮 觉得好像每年都有不同的 一些好的点子出来 所以其实还蛮新鲜的 寿山动物园在端午节连续假期 天天开放之外 也安排许多有趣的活动 提供给游客参加 并且还准备好礼抽大奖 而最受小朋友期待的暑期活动 也将开放报名 欢迎大家踊跃到动物园游玩 让端午节增添户外亲子乐趣 港多新闻吴炳源黄兰君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